今天節目將有兩組結婚年姿 不同的媳婦來進行討論 很精采喔 妳說妳正常 她說妳不正常 我就問 妳正常嗎 既然有網友說 他覺得我們這個姿勢不好看 為什麼 不好看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檢討了 然後我們告訴你 我們以後就不換 這麼任性 我年紀大我好不容易學會一個 OK 要這樣再回來 很好耶 妳可不可以問一下玉琳 為什麼今天都是女的 一定是要聊 男生不適合聊的話題 婆媳啊 妳們芽芽跟妳們媽媽 意見不合的時候 妳都扮演什麼角色 因為很少在互動 我媽媽在嘉義 然後我們在台北 所以過年過節回家 那我媽媽當然奉為喪兵 所以婆媳的問題是沒有的啦 那 偶爾吵架 我站在老婆這邊 好 這個是有原因的 不是我不笑喔 反正我跟我媽呢 從小吵到大嘛 媽媽吵歸吵 她總是自己的兒子嘛 沒事 沒事 沒關係 妳的阿嬤 餓就餓 跟老婆不能吵 跟老婆吵 你每天跟她相處 也是拿磚頭砸自己的腳 你跟她吵一次 她不逆妳三天 好痛 媽媽不會 媽媽三十秒就好了 對 所以就會站在老婆這邊 她有評估過就對了 對 有評估過 精算 所以那我們就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好不好 感覺好像有跟結婚年資 有不一樣 對不對 對 來 我們先 介紹之前的好不好 之前的 來 黃 欣 贏 後輩 結婚八年 小Call 短眼接妳結婚四年 四年 愛爬 愛爬七年 好 OK 我這邊都是兩位數起跳的 來 來 小玲 礦明杰 喂 十一年 跟他們比起來 天啊 他們在想說我應該自今天 最資深的嗎 沒有 珍妮 十九 十九 婚姻嗎 十九 你有沒有覺得珍莉的婚姻可以 你現在還有在婚姻裡面 報告 珍莉從結婚第一年 我們就覺得她應該要 我們就覺得她應該結束了 對 想不到吧 對 是不是 撐這麼久 以前流行出去的節目嘛 我跟我老婆 跟她老公我們常一起上嘛 對 每次票選都誰會最快離婚 我跟她都名列起來 對不對 對 很妙喔 適合多年對不對 那些選我們會離婚的 都離婚了 然後我們兩個 我毅力不以為 那請問你 你在跟你婆婆意見不合的時候 你們的老公都扮演什麼角色 親舉辦 來 垃圾長 長頭草 豬隊友 小玲姐 用字很Turbo 白癡 白癡 導火線 白目的人 是真的先講好了 我跟我婆婆基本上意見 不太會不合 我都會以婆婆的意見為意見 我寫的這個白癡呢 我是寫Michael哥 他們兩個常常是因為 拜拜的問題會意見不合 就是Michael哥就一直會覺得 我婆婆很迷信 我婆婆越不喜歡 她就越要弄 拜拜一般來講 我們都知道不能拜 芭樂 對 不能拜葡萄 這是一串的 Michael哥就 每一次都買芭樂 每一次都要拜 為什麼 對她 她就很欺負 她是說 她純心要觸怒神 她說我 沒有 她是說 我老爸在世的時候 就很喜歡吃芭樂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一定不能拜芭樂 婆婆最希望的是 妳們說 媽 我們要怎麼喘 對不對 我要拍照 對 這個都是很好吃 妳要假裝問她 不是 尤其是拜拜的儀式 這個是她的專業 你真的不要挑戰 最重要是什麼 白癡 對 就是 我婆婆越不喜歡 她就越要弄 刀火線是什麼 其實媳婦不太敢跟婆婆 有意見相處 通常會有意見相處 一定都是老公的問題 對不對 真的是 就是老公有問題 因為外省人口味比較重 那他們本省人比較清淡 尤其像我婆婆有生命 所以要吃比較清淡 然後我老公就會 因為我們家煮飯不是我 我們家煮飯是我老公 所以我老公煮的時候 他就煮比較清淡 那煮比較清淡的時候 我就會吃比較少 因為我覺得就是 那口味不夠重 所以我可能就吃一點 吃一點這樣 然後我婆婆就突然說 為什麼吃一點 嫌她煮得不好吃嗎 嫌她煮得不好吃嗎 怎麼吃那麼少 因為她就覺得你沒有多吃 就表示你不愛吃 那就覺得 對 我就是確實不愛吃 我確實就不愛吃 你這樣子給她噴出來 沒有 我不會真的講出來 可是我就是說 因為有的人心裡想的時候 嘴巴就會唸出來 沒有 我是說我不餓 我就是說我沒有很餓 我沒有很餓 你沒有跟她說 我現在在煎不營 對 意思是這樣 可是她就跟你講 你不要再剪 不要剪 那這個導火線是什麼原因 就是我老公本身 他就是我們會意見不合的導火線 事情的起因 事情的起因都是他 走過了19年 我一直覺得 婚姻可以支撐到現在 就是因為我老公 真的很需要我 為什麼 因為 有的時候你知道嗎 全家家庭聚會的時候 婆婆在煮 然後這時候可能 肚子還是有點餓 她就聽到我聲音說 你肚子餓是不是 可是眼前的桌菜 都已經要煮好了 我老公去買便當 好啊 她說你先吃啊 沒關係 我說你有沒有搞錯 她買便當給你吃了 她就要煮好了 然後這時候我婆婆 一轉過來說 怎麼啦 我煮的你不喜歡 這個更誇張 然後我就拿著便當 然後我這樣子 我又不能說 是你兒子買給我 她說沒有這個 我要帶回家的 那是之前的 然後就被我 我在我婆婆的心中 就被記憶體了 妳整桌菜 已經煮80%了 她就等不及 因為我老公就是 然後就去買便當 對 這樣打他媽的臉 對啊 是不是很白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垃圾桶 垃圾桶 老公在我跟婆媳的關係 美其名為垃圾桶 實際上是一個 沒有用的 對 沒有用 平常我跟我婆婆的關係 是非常的好的 然後 然後 可能會 可能會 偶爾還是會有點小小的 就是一些意見不合 那這時候我就會去 跟我的老公傾訴 所以她就是一個 垃圾桶的角色 但為什麼我說她是 因為講半天 她的表情都是 是喔 獨神 根本沒在聽 對 左耳進右耳書 她沒有靈魂 沒有靈魂的在 她就是電動的垃圾桶 可是妳過來還就會打開 然後妳還會蓋 對 沒錯 媽媽來了 她又打開 媽媽走 她又蓋 機械室 機械室 對 機械室 我覺得裡面 變能夠做出很好的鼻 我會這樣低起來 她牆頭草是什麼 對 牆頭草 就是我覺得我老公是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妳剛剛嚇到我了 我老公是見人 見人 沒有 譬如說 我是一個很喜歡分類 然後乾乾淨淨 但是我婆婆就是很隨性的 她就是隨手 東西就是要這樣亂扔 然後一開始 我會為這件事情吵架 後來我老公就跟我講說 每次在她媽媽面前說 沒關係 妳年紀大 妳開心就好 然後在我背後會說 她每次就是這樣亂丟 妳還是要整理 她就會是牆頭草的這種 兩邊的 豬隊友 就例如說我們今天跟婆婆吃飯 就是講好九點就要離開 當九點一到 我就一直看手錶 當九點一到 我就跟我老公 說差不多了 我老公就會說 她會完全忘記我們的約定 不會妳那個打PASS的方法太做錯了 太做錯了這樣 然後等我 等我眼睛掃射過去的時候 我老公終於Gate到我的意思了 她就會在我婆婆面前說 唉唷 妳不要把我媽想得那麼小心眼啊 妳想要回家就回家 很豬的 天啊 我是不是人生壓力很大 滿大的 對 超級豬隊友 美妮 過妳回家 我在車上跟我老婆說 跟媽媽相處我 黃金的時間就是兩個小時 對 因為我媽媽的流程是這樣 我一坐下來她先罵我哥 我哥罵完開始罵我姐 這樣差不多兩個小時 所以呢 我們一坐下來 我就一直看手錶 然後兩個鐘頭 我老婆不會說時間到 都是我自己先喊 我會突然喝杯茶 媽 反正妳就這樣誇張的還奇怪 請教 回完了是吧 通三千 媽媽就說 好 差不多 差不多啊 結束生日 也是撩我的臂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